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在线上相聚 共同庆祝国际生物多岸性日 生物多岸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 今年国际生物多岸性日的主题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这与COP15的主题高度一致 万物各得其核已生 各得其氧已成 保护生物多岸性 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就是为所有的生命构建共同的未来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岸性保护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生物多岸性保护 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 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去年10月 我们成功举办了COP15第一阶段会议 通过昆明学研 并宣布率先出资15亿元 成立昆明生物多岸性基金 为全球生物多岸性保护注入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 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 全球生物多岸性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生物多岸性恶化的趋势 尚未得到根本的遏制 世界各国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当前 2020年后 全球生物多岸性框架的谈判 磋商已经到了关键阶段 作为COP15的主席国和东道国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携手并进 抓住这次流转全球生物多岸性上市的重要机遇 相向而行 理性务实 寻求最大共识 共同推动 关键议题的尽快达成 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 通过一个艰巨雄心 有务实平衡的框架 并全面有效地实施 为所有的生命 构建共同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